我们要备份学生机器怎么做 一样启动我们的DRBL教室管理系统 相同的你也可以在终端机的模式下 输入速度-s 然后执行DCS 这三个字 方便老师做一些管理 我们这边有一个icon可以按 一样要输入指令 密码打错再打一次 好你选择这个时候你要备份学生机器 就请你根据IP和Mac来备份 请你根据IP和Mac来备份 好那我选择 好现在我只有用IP来做记录 所以选择IP 哪一台 142这一台 我要备份 这个时候选择启动再生楼 启动再生楼 初学者模式 储存用户端硬碟成为印象档这个 建议收的时候都整颗硬碟收回来 不要收一个分割去 尽量不要收一个分割去 因为你收一个分割去你就不能还原整颗硬碟 建议你收的时候就是整颗硬碟 按enter 输入印象档的名称 那我通常会在前面加 我通常会在前面加 比方说我这是测试的 选择这一个 因为我们发现64委员上面 你的档案分割区还蛮容易出错 预设是这一个不检查 建议你选这一个 尤其在64委员上面 建议选择让它修复 不然你常常会备份失败 当然你也可以先选这一个 如果备份失败之后再选这一个 你自己决定一个 那我个人测试的结果是这个 比较稳当 比较不常出问题 在早期32委员的时候是没这个问题 所以都用预设就可以 那在64委员个人是发现这个问题 按下确定 是不是要检查印象档 当然让它回收完请它检查一下印象档是否好的 不然是回收完回收到一个坏的印象档那也麻烦 是检查 做完要干嘛 请它关机 印点分割区大小多少 就是预设值就可以 再按这样就做完 这样它重开机就会 进入备份程式